气球的产生比飞机早很多 在1783年 在法国热气球第一次完成了试飞 十年后 战场上奥和联军进攻末博日程 法军上尉库太乐命令士兵 把气球放到高空监视联军洞下 奥和联军不知道气球是干什么用 是用火炮攻击 后来这气球部队始终在法军编制中 1804年 拿破仑称帝 法英战争期间考虑制造100个气球 撞人马大炮攻打英国 但因成本过高和不确定因素未实现 19世纪的战争中多次使用气球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使用气球侦查对方行动 林肯特别批准成立气球部队 一些气球装有电报线 可与参谋部甚至华盛顿直接联系 19世纪中期法国战争期间 有数支气球部队 当时的国防政府内政部长甘比乘坐气球 在巴黎被围使 判约虎军封锁线逃脱 1903年飞机认手 比气球更灵活且飞的动力 但因技术不够成熟和对驾驶员要求高 气球仍在一定程度上 没用于真诚 打气球成为防空部队最重要 打气球并非易事 A 避开阻伤 B 开阻伤 B 开阻伤 B 开阻伤 距离原子弹没有杀伤力 C 气球底线连着钢索 会缠绕飞机 气球内装有 一战一爆的氢气很危险 1914年的一战期间 气球的演变导致飞艇的诞生 但随着飞机技术的提高 飞艇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最著名的飞艇是德国的齐柏林飞艇 二战时期 由于飞机技术的改进 气球作为侦察工具 逐渐被飞机取代 只剩下作为防空气球的角色 通过拉筋属线阻碍敌军飞行 英国空军建立气球部队 以防德国空军入侵并保护重要城市 将帝的德国轮炸进 二战期间 苏联 英国和日本都在使用气球阵 作为防御和侦察工具 以保卫城市和执行战略任务 1944年 为了解围 日本提出了飞向计划 放飞大量氢气球 携带炸弹到美国 但效果有限 这启发了美国人利用气球 进行无人侦察 成为了无人机和卫星之前的 唯一无人侦察设备 冷战期间 美国制造了一些间谍气球 装有传感器和相机 在东海岸放飞 利用气流飘向高空横跨苏联领土 最后在日本回收 侦察了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苏联领土 其中包括一个面移核设施 苏联捡到了不少半路摔下来的气球 搅拨了美国当时最新的照射机 抗地温胶卷呢 当时苏联没有这个技术 于是 在1959年 苏联在月球探测器上 直接用了这批美国胶卷 完成了人类手术 月球背面图像拍摄任务 现在 随着无人机卫星的大规模普及 气球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军事领域 现在留着的那绝大部分是迷用的 拿来观测气象或者观光的